自行车业景气反转 龙头厂巨大掀开资金压力锅之后 现在府院也要出手 总统蔡英文本周26号起将陆续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其中一项重点就是协助产业度过景气寒冬 沿逆提供资金协调工库等行库 纾困贷款续展盐 另外扩大针对在职员工和研发人才的培训补助 毕竟巨大事件之后 市场对于各产业的库存量都是相当担忧 包括电子五哥甚至就连护国神山台积电都被点名 不过金融圈高层指出 观察存货不能只看数量多寡 重点是要看存货的周转率 账上备源现金部位是否足够 还有检视销售对象是否有稳定的现金流 可以如期付款 这才是银行放款审查前必被检视的三大重点 而这回国安高层会议 也将聚焦用政策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外传发放证新券 直接发钱减税 或者补贴国际观光客来台等等方案都被端出来讨论 如何把约4000亿的超征税收 最有效率及效益最大的回馈在民众身上 也将是讨论重点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看盘不亂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